大家好,这里是红酒 那么拍这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生活中发生一些事情 类似Vlog还是什么鬼东西 反正正如标记所说 就是最近我去试驾几款新动员车 因为想换车 所以说最近试驾三款车 自己R17,小鹏的G6,还有G9 但其实呢,就是这几个月下来 我其实已经把市面上的一些热门的那些 或者你也有一些冷门的 你新的一些纯电车 20多万,30多万这些陆陆续续都试驾了一遍 然后,就分享一下 大概有一些感觉 首先是自己R17 它其实超预算的,40多万这部车 我去试驾是次顶配的 它顶配的上面是有一个Carlog 有一个车载摄像头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DLP 智能大灯什么贵东西的 但是我这是次顶配,次顶配的话也有机械贴达 但是没有那个车站摄像头,也没有什么大灯的 然后也有空悬 有那个半板安皮,有那个无动力座椅 反正就是内饰方面的东西 它都给你拉到最满了 然后也是R17的车轮骨 然后试驾下来的感觉怎么样呢 为什么要去试驾这个车呢 就是因为它最近不是出那个LS6嘛 LS6它预售价格区间23万到30万 这样子,然后宣传自己高配 它是真800伏 然后急速什么高什么东西的 然后就比较好奇 去它那个店里面问一下大概什么时候到店 然后顺便试驾一下这个R17 然后R17给人感觉怎么样呢 就是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奇妙 很奇妙的一个车,为什么 因为这部车很大 五米多的一个车,然后也很宽 然后也很高,然后坐起来的感觉 就有那种很强烈的 像坐着轿子上面开车 换换换,不是,不是糊糊悠悠 就是它的重性很高 不是那种糊糊悠悠,为什么不糊悠 刚刚待我说一下 它的空旋 然后它有一个空气悬挂 它的空气悬挂是属于那种 就是空旋味道很重的 空气悬挂味道很重的那种车 就是如果 市价比较丰富的一些朋友 就是说开过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国产新能源车 它都搭载了空气悬挂 所以说如果你试的比较多的话 你会发现它们空气悬挂有个特点 就是它在过一些沽坎坎的时候 它在做一些路面的一些细碎振动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过程 它会把这个行程给拉长 如果说像那种传统弹簧悬挂的话 它可能是来一个振动它会这样 它会有一个短暂急促而剧烈的变化 然后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空气悬挂的话 它会让这个振动的过程被拉长 它其实完全没有像网上一些测评宣传说 是让你像躺在棉花 像躺在云朵一样上柔软的感觉 它会把这些细碎振动给过滤掉 甚至是用过滤这个词 就没那么神奇 但是很多振动其实也还是能反映出来 那些大咕大咔自不必说 我觉得空气悬挂最大的特色是 它叫做特色 应该不叫做优点 应该叫做特色 特色是它可以把整个震动形成给延长 延长了以后你就会感觉 它的那个顺时冲击就不会来那么猛烈 也就不会让你有就是降低你对那种震动的体感 但是事实上它本身那种绿震性 你要说比传统那些弹簧那些强到特别哪里去也没有 它更多是提供一种味道 就是它那个空气悬挂的味道很独特 而自己LS7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很浓重 但是它奇妙在什么地方呢 明明是一个这么大的车 然后加上了空旋这种也是偏舒适的 然后它还 但是它有一个22寸大龙骨 然后它在过弯什么时候 它那个车身姿态保持又挺好的 它那个侧型不是很严重 就是很矛盾 一个这么大的车 庞然大物的车 但是它呢开起来重心也很高哦 它重心又高哦 但是它的姿态不错 但是它的行车姿态不错 然后它各方面的那种响应也还可以 然后最后给人的感受就是 很多人说是有一些车开着看着大开着小 比如说像Model Y一样 而自己LS7是它看着大 然后开着重心也很高 但是呢它的姿态不错 它的姿态很小 就是三项要素里面 两项是大的 一项是小的 所以就很奇妙 所以我应该这么说 就叫做奇妙 然后至于那个零重力座椅 它有两个模式 就是把前驾驶位折叠以后放到前面去 然后你可以躺平 或者说你不躺平 就直接这样坐着 然后变成一个 那个腿部空间超级大的大升座 躺平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你如果停下来躺平 就是说你这个车停在那个地方 然后打开这个零重力躺平 我觉得还可以睡觉什么的 如果你一边开车 然后后排的人一边躺平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它虽然说有个坡度 它不是纯平的 给人的感觉是 我好像被端在一个单架上面 然后被人准备推进手术室里面那种感觉 你有一个位移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那种重心 有那种加速度的变化 真的 就我相信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有 都有这种经历 就是说你被放在单架上 然后被推进手术室 但是体验过的话 你就会知道 就是有相似之处 反正我在试驾的时候 那个前半段那个驾驶在前面 那个销售在前面开 然后我坐在那个 零重力座椅上面的时候 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我像躺单架 不是很喜欢 然后把它调下来调成个座椅 但是那个座椅 其实各方面都还好 都不错 然后配置也很高 有按摩 有通风 有加热 唯一的一点不好 就是它对于主驾那个距离 相对来说 跟那些蔚来之类的 把女王副驾驼 坐在副驾驶那个地方 还是比较远 还是远了一点 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这没有对错 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然后最后一点是它的内饰 L7的内饰 它就说主打是一个 我们自己是一个豪华品牌 然后用上那个什么 半本安皮 它不是那种拉帕皮 我们比拉帕皮还要好 就是那种半本安皮 我其实也很好奇 摸一下那个半本安皮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的感觉就是 半本安皮 感觉好像也没有拉帕 没有相比拉帕有那么大的飞跃 像仿皮 PU皮 PU皮换到拉帕皮 是一个大的飞跃 你就摸完了拉帕皮 你再回去摸PU皮 哎呀 那什么什么垃圾玩意 就回不去了 但半本安皮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感觉好像更加细腻一点 对 你的两者之间区别 还有那种拉帕跟 奥坎塔拉大的 就是说 不是特别 就是说 让我感到什么惊讶的 好吧 但是它的内饰是这样 你选半本安的时候 它中间拼接的那些地方 会换成鱼蛊木 它换这个木头 这个木头 我觉得就做得非常好 它的手感摸上去 是那种细细的磨砂感 关键在于什么 它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在门板上面 它从上到下是皮 木头 皮 皮的那个上颜 然后木头的中间 然后那个扶手那边是 扶手那边又是皮的 然后就感觉就是从环影 到磨砂 然后到环影 就是这个手感的过度 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然后它那个视觉效果 它那个鱼蛊木拼接 完了以后 有一个浅浅那种箭头的形状 就整个内饰空间什么之类的 确实有一股高级感在这 就是国产车 目前能把内饰做出 那种高级感 我其实觉得不赌 蔚来是其中的一个好手 蔚来的设计感是 真的挺棒的 理想的话 它那个内饰 就感觉是那种传统豪华车 但是蔚来的话 就是有那种 有那种新概念 新概念豪华车的感觉 有那种北欧的极简风 自己的话又是另外一种 俄系车的豪华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还是还是蛮不错的 有自己的味道 就S7的话 其实还可以 挺奇妙的一个车 主要是它的那个价格有点太贵了 它其实也有低配 它最近不是前几个月出的一个Urban 都市版 把价格打到了20多万 所以说R7主要还是就是说价格太贵了 但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奇妙的车 也给我感觉就是说确实国产 30万以上的车 基本上没有电子垃圾 多多少少有自己一点东西 然后就小鹏G6和G9的 就是我目前已经下了G6的定型 我是交了钱的 我收担了 但是问题是具体呢 我现在的配置定的是75MAX 就是后续的超长续航版 但是我有一点纠结 要不要去加个2万块钱 上面试取吧 就目前还在这个地方 店里面销售也跟我说还可以改 所以说目前还在这里纠结 然后G9的那个改款 不是最近要上市了 听说要降价 那G9的价格降到什么地方 如果降了比较有诚意的话 也不是不是更考验 对不对 所以说市价在G6 然后还有G9 而G6的话 感觉到这样 就是它性价比很高 然后性价比也很低 为什么呢 它性价比高 高在哪呢 它的续航长 它有便宜800V 它的电控好 它同样的电池 它比别人跑的远 它可以跑700多 飙升700多 实际上五六百公里 开的猛一点 500多 开的程序多一点 就是600多 这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然后充电也快 然后还有自动驾驶 小鹏我的感觉就是说 你不买MAX吧 你不买高阶的NGP 你买小鹏干嘛 对不对 小鹏很多东西都是没有 像比如说HUD 抬头显示 这种东西 连比亚迪都有 很多东西小鹏都是缺失的 但关键就是在于他辅着驾驶 目前是本来第一期队的 华为这个东西 另外说 华为还要 还要额外花钱呢 小鹏现在不用花钱了 当然小鹏以前也是要花钱的 以后花不花钱不知道 但是那东西我不管 现在它性价比就是高 对吧 所以说它性价比是高 但是性价比低在哪呢 它少了很多东西啊 它没有手套箱啊 小鹏今天没有手套箱 那个电动车很多的前辈箱也没有 然后它那个音响特别烂 小鹏G6的音响不能说是一般 直接就是一个烂子 因为我是这么感觉到啊 你辅助驾驶越好的车 其实音响的质量应该是要同步提升的 为什么呢 你开了辅助驾驶以后 可以帮司机 可以帮驾驶员 减少一部分的驾驶压力 然后你可以把一部分的注意力给解放出来 但是你解放出来这一部分的注意力又不足以多到 让你一边开车一边看视频对不对 那又太危险 那剩下比较实际的什么 听歌咯 那你你不配一个好一点的音响真的说得过去 小鹏G6这一点真的没做到 所以说我觉得 哎小鹏的产品经理经常被骂 你不冤好吧 不冤枉好吧 小鹏G6就是这个音响确实很大的问题 那G9呢 改款 改款以后解决了一些多人呼唤一些痛点 他们宁愿把那个成本放在那个什么 5D智能音乐舱上面 然后花几千块钱 也不愿意就花一百多块钱去解决一个充电舱的问题 对 所以说小鹏的产品你就是该骂 然后他那个驾驶体感 驾驶体感就是小鹏的样子 就是他们两个开起来 都不像大车 就是没有像刚刚自己L7说的那种重型很高 然后像坐在轿子上面开车那种感觉 没有 就是说他们开起来的感觉像是 即使像G9这种车 他们开起来的感觉体感也比较像那种紧凑级 紧凑级SUV 或者说是那种大一点的轿车 G6的话你开起来的话 就会感觉比较容易想到很标一点 就开那个顶配版四驱的 你就会有的时候会有点冲动 想要去踩那个电门 G9上了以后 我去也是试驾路线20多公里 因为我开的比较熟的 我也下了订单 然后电源直接上车让我自己开 我随便选 我直接上了高速 乘区高速度 开到110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很佛系 开了G9以后就非常容易很佛系 你就不想去飙 不想去超车 你就直接在窝在你自己的车道上面 就是这样慢慢的往前蠕动 只要保持这个速度定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慢慢开就行 它的双枪空拳也不会说特别那啥 就反正也是空拳那样 它双枪空拳也没有说 人家都是单枪空拳 我双枪空拳 我可以一边调高度 还可以一边调软硬 也没有感觉有特别的那么神奇 也不是一个自变的感觉 不可能达到说是说 调一个模式直接像换一部车那样的 那种大改变 只能说是一个景上添花的东西 但是G9给人的感觉 总体的感觉就是 你不想去飙 飙什么飙 飙都是年轻人的那种小喀咪该干的事情 我就是去做一个优雅的交通工具 把我自己送到总点就好了 就是没有那种战斗的感觉 没有激情 就是很佛系的那种开车 我不想管这玩意 他妈是零百多秒 对 就这这这两者是最大的区别在这儿 然后最后是关于NGP 为什么选择小鹏 不许选华为 那现在网上很多人不都实测 小鹏和华为之间的NGP 华为要不要零钱 它可以应对更多 极端的安全情况 小鹏会撞上 华为可以绕开 那为什么还要选小鹏呢 小鹏便宜啊 是不是 不是你G6 你如果是580的 24万 24万开车 然后你是75 Max版的话 26万5不到开车 那么你问键N5后驱就要27万28万了 然后到四驱 四驱30万 然后再算上那些选装包什么东西开完下来 差价会拿到七八万块钱 然后你的那个支架还不免费 还要一万多块钱 整下来你要八九万块钱那个差价 这已经是上了两个档次 这完全是两个档次 两个价位都在车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小鹏其实也是有优势 它优势在哪呢 它的效率比华为的ADS要高 就很多车评价也测过 就是相同的起点 相同的终点 然后开过去 小鹏的运势更短 那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很多厂商也宣传安全的地位的 厂商宣传安全的地位是因为 辅助驾驶这玩意 如果出了失误很敏感 对口碑的打击太大 用不来说的话是 可能说命只有一条 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安全这种东西 更多是在极端情况下 安全你做个八十五分九分 可以了 有一些特别特别极端的情况 你就算是再加强 你也没办法 比如说双十线 人家逆行过来 人家喝了酒 逆行过来 就是冲着你车这样撞 那你这怎么躲开 你什么支架 什么支架也没用 极端的场景 总会有更极端的在等着你 这个事实上不存在完全安全的车 哪怕是人自己来开 我觉得说只要辅助驾驶 它的安全程度就是说 不要犯那种特别低级的错误 出现非常明显的误判 剩下的东西就是比拼效率 效率为什么说重要呢 如果一段路程 你自己一个人用手工具开开一个小时 你开辅助驾驶 辅助驾驶保证完全安全 绝对不会出这个事故 但是代价是它开三个小时 那你肯定是不会去选辅助驾驶 因为不实用 除非你上车睡觉 但是问题是这些不实际 更不实际 所以说效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安全它是在极端情况出现 但是效率呢 你每次打开之后 立刻就能感觉得到的 为什么说现代的辅助驾驶 越来越多的被用户所接受 就是因为效率的提升 人车之间的博弈变得越来越的精准 它可以处理更多的情况 它可以尽可能花更少的时间 它可以让人接管次数越来越少 关键就是效率 促成辅助驾驶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因素 在于效率 这点最重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小朋友 你那些开过了比较好的辅助驾驶的车主 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只有ACC 只有LCC 或者说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有定数学那些老车 就是因为效率 所以我觉得其实 就是辅助驾驶的核心 就是它的价值 宣传价值一定是宣传安全 但是对于用户使用来说 它的核心价值是有效率 你没有效率 没有什么用 只有用户去用了以后 厂商后台那边才能收集到 那些开启辅助驾驶 那些信息 它才能拿这些资源 拿去跑他们的模型 去跑他们的算法 这个生菜链才能循环起来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为什么不去买蔚来的呢 不去买一些什么比亚迪的呢 比亚迪的那个智能辅助实在是太垃圾了 为什么不去买理想的呢 因为我只想买 买纯电车 我不想买真程车 我一滴油都不想加 买了电车以后 你会发现 你可以接受半夜12点钟爬起来去充最廉价的电 但是你也不愿意去接一滴油 我是开了纯电以后 我就不想那啥了 就是车原来是可以没有任何震动 没有引擎的噪音 有些人就喜欢想听那个噪音 甚至去改那个排气 去改什么涡轮什么东西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其实有些人不想 比如说像我这种 我就不想听到这个东西 车是一个交通工具 它应该安静稳定高效 而且还省钱 只能说是一种理念之间的斗争 对 然后蔚来 为什么不考虑呢 蔚来它最便宜的车是ET5 ET5的空间 我是真做不兴趣 它做的实在是太小了 ET机在空间方面就做的不错 前后排都宽裕了很多 但是ET机太贵了 是吧 ES6的话也是有点小费 而且蔚来的话 蔚来它最坑的是 它现在辅助驾驶 它还没有买断 它还要包个月 680一个月 你想像如果有些人开了Buds 省它7万块钱 一个月980 980 然后再开上一个辅助驾驶680 哎呀 一个月下来直接1700块钱出去的 太恐怖了 这就未来它福是好啊 它豪华 豪华改是好 那问题太故意了一样 你买这个车 你还得买服务油 服务油一年12000是吧 它的隐性分量相当高 你不能光看它换电 换电是方便 那问题是现在也没有免费换电 即便不谈免费换电什么东西 各方面用车什么 还是搞 就一个字还是搞 而且它的辅助驾驶 马拉雷 城区基本就没有 高速呢 也不如小风 也不如华为 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么各位的话 现在有没有买新能源车呢 如果没买的话 在看什么车呢 或者说想要什么车呢 或者说你们觉得说 新能源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能够促成你们从油车 换到新能源车呢 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类型 就像我这样 架了一个相机的一个地方 胡天坎地 觉得这样也挺有意思的话 也可以适应 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多多发表一些意见 也可以多多探讨一下 行 咱们下次再见